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大家今早起床有沒有覺得天氣都冷了很多 原來一個東北季後風 今天是會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去到早上七點鐘的時候 見到香港各區氣溫 很多地方其實都已經下降到只有12度左右 天氣寒冷 如果跟昨天早上差不多時間相比 可以見到普遍都低了6度左右 天氣冷了那麼多 大家早上再出門口上班上學 記住都要穿足夠的保暖衣物 不要動了 同一時間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一到廣闊的雲帶 就覆蓋著華南地區 早上的時候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都相當之多 所以我們預計香港今天天氣 都會是多雲有一兩陣的微雨 早上天氣寒冷 預計日間的氣溫就會徘徊在15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北風 而離岸和高地會是間中吹強風 預計明天雖然天氣比較冷 但由電腦的預測圖可以看到 影響我們的東北季後風 預計到下星期頭的時候 就會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 所以到時天氣就會暖化一點 所以我們展望明天還是寒冷 星期日早上仍然是相當清涼 再之後兩天氣溫就會逐步回升 留意到時也會有幾陣的趙雨 明天變化這麼大 大家亦都要保重身體 一隻Tay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再見